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说了句等我一会儿就朝场区里面走去 天色已暗 我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血印我的脚印 随后黄小桃追过来说 不经意意识 这里发现了尸体 我回去之后派人过来查封 慢慢查 我问他 你觉得这里会留下什么证据呢 血印我的行动动机 我已经弄明白了 他在销毁当年那起案件留下的线索 黄小桃说 我不知道啊 不过孙斌新刚刚发短信说 DNA见的结果很有意思 行 那就先回去吧 我将那两个血缘留下来 稍后和市局人碰头 把现场保护起来 看门大爷一脸懵逼 一直追问 到底住啥事了呀 到底住啥事了呀 我们火速赶回局里 孙斌新和宋星辰已经在物证中心了 黄小桃问 经理结果怎么样啊 孙斌新解释说 这些骨骸是20年前的 又被大火焚烧过 常规的技术鉴定不出来 我们紧急申请使用美国的 ID PLUS试级鉴定技术和样本 也就是星辰大哥的DNA比对 发现里面有四人是星辰大哥的亲属 其中两人匹配率高达99% 宋星辰眼神黯淡地说 这两位就是我的父母 时隔20年 终于找到他们了 我的一只手放在宋星辰肩膀上 虽然很不幸 但总算有个交代了 宋星辰默默点头 他的神情既伤感又释然 黄晓涛问 还有一个呢 孙辰心回答 还有一个不是宋家人 当年五名宋家高手死在爆炸中 其中一个不是宋家人 难道说有一个宋家人活了下来 孙辰心问 活下来那个该不会是刀神前辈吧 我摇里摇头 我更关心的是那个外人是谁 城厅长的叙述毕竟不是第一手情报 当年县上有没有外人 我们都不清楚 宋星辰说 我已经联系了姑姑 他说近日就会赶来 突然外面传出警卫员的贺声 你是谁 站住 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我要见宋阳 我一机灵站起身来 来到外面 只见宋贺廷和宋杰站在走廊里 正在和警卫员对质 宋贺廷穿着一身白色塔 袖色汉服 背着双手 他这次算是很客气了 没有动手打人 我忙说 没事 是自己人 宋贺廷微笑说 好久不见啊宋阳 我说 姑姑什么时候来的呀 怎么不通知我们去接你啊 宋家人用不着客套 宋贺一看见宋星辰 就欢天喜地喊了一声堂歌 然后扑到他怀里 仅有其他人在场 宋星辰一脸不好意思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说 姑姑 我们去局里坐坐吧 随便 几分钟之后 我们全部来到一间会议室里面 宋贺廷慢悠悠地喝着茶 说 情况新尘已经告诉我了 我真想不到 你们会犯这桩旧案 不过既然已经查到这个地步 我在藏着掖着 也就说不过去了 我解释出 那不是我们想犯 眼下发生一桩案子 死者全部是当年的嫌疑人 而且将被残刀的人 以暗中活动毁灭证据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家伙慌了 宋贺廷咬牙一笑 告诉我们当年的事情 杀其同盟一案 一开始是我爷爷和孙老虎参与的 后来黄雀买骨人搂面 我爷爷和他明里暗里的较量 看似处在被动 其实我爷爷已经将调查重心转移 跟官方的说法不同 我爷爷并非是在绝望之中 才采取非常手段 从一开始他就打算将黄雀买骨人 斩草出根 随着我爷爷的调查 他知道了黄雀买骨人的藏身之处 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派出警察去围剿 很可能会一物战机 于是我爷爷向宋贺廷求援 随后宋贺廷派出五名当时的顶尖高手 来暗杀黄雀买骨人 说到这里 黄小桃打断宋贺廷 不好意思啊 有个性节我想追问一下 你们一直待在福建 向你们求助不是更慢吗 不 我们当时就在这里 宋贺廷说 因为我们宋家一直在追踪黄雀买骨人 他曾经害死过宋家人 当然只属于丝绸 所以此事只有宋贺廷一个人知道 他向我们求援的事情 也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告诉孙老虎的 可是 原本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 却失败了 五名高手赶往黄雀买骨人的藏身之处 中了埋伏 五人死于爆炸 从那之后 黄雀买骨人消失了很长一阵子 我爷爷和孙老虎再也没有合作办案 听完 我略感失望 宋贺廷提供的情报 并没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拿出刚刚的DNA鉴定结果 说 姑姑 我们化验了一下 当年五名高手DNA 其中四位是宋家人 还有一个不是 您当时派出的这五个人分别是谁 宋远桥 宋远西 宋远山 宋洛宇 宋赵修 宋贺廷念出这五个名字 当听到其中两个名字时 宋星辰突然钻进拳头 眼眶一阵发红 我又问 其中有一个外星吗 宋贺廷冷笑 没有 宋贺廷说 大概是没有找到骸骨吧 黄晓涛说 今天血鹦鹉去现场 难道是为了找那份骸骨吗 我注意到宋贺廷一直在那冷笑 神情中透着不屑 他放下茶杯 说 你们这个特案组 不过二儿吗 你什么意思啊 黄晓涛微微不快 宋贺廷摇头 难道你们还没看出来吗 他的话猛然提醒了我 时隔二十年 江北惨刀为什么要跑来毁灭证据 这里面一定隐藏了什么 跟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孙老虎也在遗书中说 怕我们受到伤害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让我自己都有点害怕 我慢慢站起来鞠躬手 不过 后背宋阳斗胆猜测 说错了 请不要生气 你说 当年 那个被炸死的外人 就是黄泉埋骨人 有一个宋家人取代了他 我眯着眼睛说着 死言一出 大家一片震惊 连宋星辰都错得瞪大眼睛 好一会儿 屋里惊愕的气氛 才缓和下来 宋贺廷缓缓点头 神情里有些悲凉 你说的一点没错 是的 现任黄泉埋骨人 是我们宋家人 他就是江北残刀 想抹掉的 终其秘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